接著介紹木材的分類 可以分成春材跟秋材 而春材又叫做早材 秋材叫做晚材 春材的紋路比較淺 而秋材的紋路比較深 這比較深的 這個就是秋冬生長的秋材 比較淺的是春夏生長的木枝布 生長季節溫暖多餘的春夏 細胞特色細胞大 而且細胞壁比較薄 顏色比較淺 範圍比較寬 因為細胞生長速度比較快 而秋材的話 因為季節比較寒冷跟乾燥 所以細胞生長速度小 所以細胞比較小 細胞壁也比較厚 顏色深範圍就比較窄 而比較深的紋路 到比較深的紋路之間 就是一年 或者一個淺一個深也是一年 如果是生長在熱帶地區的植物 因為一年四季如春 所以就缺乏連倫 這個圖很漂亮 這是顯微鏡裡面的連倫 這個深淺非常清楚 一個一個都是細胞 這個細胞小 細胞壁比較厚 細胞比較大 細胞壁薄 範圍比較大 土我們來填一下 首先這裡是形層層 裡面這個是木質布 這是可以運輸水分的木質布 這是可以運輸水分的木質布 這個的話已經木質化了 這個已經是死掉 不可以再運輸水分了 這個就叫做春彩 淺的範圍大 這深的我們叫秋彩 也叫晚彩 那這裡一個深到一個深 這整段我們就叫做一個年輪 也說這樣就是一年 從這裡到這裡 錢到錢 這個也叫一年 或深到深 這個也叫一年 老師這裡再補充一下好了 具有疏導作用 就是可以輸送水分 以內這些木質化的木質布 已經不具有輸送水分的功能 只有形成層外圍的木質布 才具有疏導作用 老師這裡再補一下 課外的補充 年輪的秘密 從年輪我們看出幾件事 第一個 當然是他的年紀 這個沒有問題 第二個 我們可以知道雨量的多款 你雨量多的時候 行光的作用旺盛 細胞就會特別大 春彩就會特別的寬 範圍會比較大 可以看出雨量 第三個 我們還可以知道 樹木生長的地方 會有所謂的迎風面 如果迎風迎雨面的話 他的那一端樹幹就會比較厚 可以看出迎風面的雨量在哪邊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知道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需要太陽冷 所以跟太陽的位置也有關係 那我們知道太陽是東升西落 這個樹幹的話 東西會比較寬 南北會比較窄 年輪判斷年紀 老師再稍微提一下 升到升這樣是一年 或者錢到錢這樣是一年 你可以這樣看 一錢一升 好這樣就一年一樣 春彩加一個秋彩 那不就是一個春夏秋冬四季嗎 那不就是一個春夏秋冬四季嗎